好 謝謝趙培 大陸的民眾在日常的生活學習中 都被中共灌輸了抹黑法輪功的虛假宣傳 但民眾在翻牆後 看到中共迫害善良百姓的真相 決定退出中共組織 節目時間關係 下面我們來看其中一位民眾的聲明節選 張智武說 我是一名1988年生在大陸的居民 小時候就聽過中共對於法輪功學員的謊言宣傳 製作宣傳話分發給小學生觀看 到處抓人和迫害 現在我知道他們是一群 電氣功強身健體的普通人 強調真、善忍 與邪惡的中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中共的迫害來源於恐懼 由於法輪功學員人數眾多 怕幾千萬學員威脅到中共邪惡統治 後來在油管上又看到了中共在8964 對學生運動的殘酷鎮壓 聽教授講述坦克碾壓學生時的慘烈畫面 自今年7月份開始 通過翻牆認清中共邪惡本質 我再也不能容忍被這樣一個邪惡跨國犯罪組織繼續奴役 現特此聲明 本人和本人的母親自今日起 自願退出少先隊、青年團 與邪惡的中共劃清界限 願正義降臨、盡早結束邪惡中共統治 讓中國五千年文明得以流傳 讓中國走向真正的普世價值、人權、民主與自由